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山科学经典导读直播间 高山科学经典是一个关于科学阅读 知识生活的公益项目 每周六晚八点 我们将会邀请院士 科学家 以及各个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学者 带你用最科学的姿态阅读经典 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碧成 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科学思想史 那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也是科学思想史上的一本经典著作 它的作者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这部作品就是库恩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写旧的《哥白尼革命》 这本书不仅详细叙述了古代和近代天文学的许多概念和技术性细节 还仔细描绘了《哥白尼革命》各个历史阶段 哲学和宗教方面的社会文化背景 展现了使《哥白尼革命》得以可能发生的历史性条件 突出了这场表面看来仅仅涉及天文学领域的革命 它背后所含纳的异常丰富的思想观念变革乃至社会心理变迁 库恩称之为革命的多元性 这本书是理解近代科学之产生的非常值得一读的经典 也是理解库恩整个科学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总而言之一句话 要想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革命 理解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不可不读 我们今天的导读环节将分为三个 第一个环节邀请孙小纯教授导读《哥白尼革命》 带领大家感受库恩关于哥白尼革命的理解 第二个环节我将和科普作家孙正凡老师一起 以及孙小纯教授一起展开一场圆桌对谈 进一步展现库恩此书的思想魅力 最后一个环节是互动问答 欢迎大家随时把问题发到弹幕评论区 首先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导读嘉宾 孙小纯教授 孙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在天文学史 中国古代科技史 科学社会学 科学哲学等领域生根多年 成果丰硕 现在让我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请他为我们导读《哥白尼革命》 有信心孙老师 谢谢阎博士 今天晚上我很高兴 跟大家来导读库恩的《哥白尼革命》 这本书就刚才阎博士说的 是一个科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也是影响力很大的一本书 也是分量很重的一本书 所以说呢 这个书有个中文的 它是57年 有托马斯·库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中文版呢 现在有实际上有两个版本 一个都是吴国生教授 张东霖还有李立毅的 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那要这本书啊 内容非常的丰富 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好把握的 一个一本书 所以说呢 我今天给大家 也不可能来给大家 带一个很系统的一个讲解 更多的是谈谈我对这本书的印象 就像梵高看星夜一样 看看这个库恩给我们介绍的 戈白尼的清空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 我觉得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本书是关于戈白尼的 戈白尼的日新书 可以说改变了我们人 我们的世界观 对科学革命的发生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是这个 应该是科学革命的这个标志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呢 这本书就是刚才托马斯库恩写的 托马斯库恩的另外一本 很重要的书 影响力更大的书 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 它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看法 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科学知识究竟如何来增长 那他前面写的这本戈白尼革命 跟他后面写的这个科学革命的结构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一点 那库恩能写这本书 跟他这个他在这个哈佛大学这个读书 他有关是吧 他是这个理论物理学的博士 当时的哈佛大学的校长柯南特 就主张这个要沟通科学与人文的这个通史教育 所以他在介绍这本书的话是说 他说这是一本 我确信这本书所展示的理解科学的方式 必定能使科学传统在美国文化中 与文化传统处于并加齐齐的地位 所以他是一本超越两种文化的书 虽然这个两种文化的概念 是在后稍后一点由CP-Snow提出来 就是说科学家是不是读过这个莎士比亚 读文学家们是不是了解这个牛顿的定律等等 好像这个隔阂很难打破 那所以说当时的库恩在那边 在哈佛读书完了以后 就参与到了这个科南特所组织的这个就是通史教育里面 特别是对这个文科生 对将来不想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讲科学的这个项目里面 来给他们教一些基础的这个科学的课程 那科南特在他对科学要认识科学 他还有一个看法 就是科学究竟是什么 科南特认为他说 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些分析的方法去回答 也就是不能说你简单的说 科学是应该是这样做那样做一点条条框框定律 就给他说明的 他说只能通过历史来回答科学的本质 所以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对对库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对他写哥白尼科学革命的影响很大 对他写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更大 因为库恩自己认为实际上 科南特是导致他来写这些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谁是库恩呢 当然我们库恩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谈范式 谈常态科学 特别是说 我谈到科学的本质的时候 他说历史如果不是一个简单的堆砌 不是一个趣闻意识这样的历史的话 它可以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科学的形象 也就是对科学的看法 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 我们过去都认为 科学好像是累计的一步一步的发展 走到我们今天的高峰 可是在库恩看来不是这样的 科学的进步而在于范式的转变 是从科学 当我们认识世界在不同的范式下 我们的世界图景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好像是在不同的世界里边 来从事科学的研究 所以说库恩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也改变了科学哲学的世界 那关于这个戈白尼革命 当然要涉及到这个戈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这是日新说 就是在这本书里边提出来的 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家 也是匈牙利人 他也在英国也待过 写了一本叫阿瑟克斯特勒 他写过一个Sleepworkers 就是这个梦游者 他说这里边他说这个天体运行论 实际上是一本无人读过的书 因为它里边太难了 只能给少数的数学家 或者天文学家来读这个书 为了这句话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在这个也是在哈佛大学 天体物理天文系 有一位教授叫欧文金格里奇 我也跟他有过很多的交谈 他就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 他就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无人读过的书》 就是要证明一下 当时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有印了多少本 在世界各地是不是真正有人去读过它呢 于是他跑遍了世界各地 从墨西哥到墨尔本 从柏林到北京 他也到了我们的北京的图 当时的北京图书馆 看看看看这里边的 有没有这个天体运行论 是不是有人借阅过 是不是有人在上面做过笔记 所以这本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本书 这个Costler说 The book that nobody read 是没有人读过的书 可能从细节上来说 真的有很难是很难读的一本书 可能我后面会讲到 甚至可能伽利略都没有 虽然他也是一个日星座的支持者 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个天体运行论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哥白尼是真正相信自己的理论吗 他相信48个轮子在天上存在吗 还是只是一种计算的手段 只是用来拯救现象 那我们看这个 不管是哥白尼的体系 还是托洛梅的体系 里面反映的轮子 本轮军轮的数字是非常的多的 就像一个个的漩涡一样 就像我们前面看到 是让你头昏脑脏的一件事情 是吧 就哥白尼的这个天体运行论里面 其实它有48个轮子 就关于本轮军轮就有超过48 而并不是说提要里面所说的34个 我们很多甚至一些很专业的科学史家们 都说只有34个好像是简化了 而托洛梅的体系实际上更是 更是 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都市好像是80个 有的时候它有各 因为有各家的学术 各家的做法 有的只有40个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 好像是天体运行论 是日新说的胜出 就是一个好像简单的是 把事情简单化 把轮子减少 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你要说到里面的天文观测 哥白尼 虽然他做出了日新说 但是他真正在天体运行论里面 真正用到的自己的观测 可能也就有27项 而且这是在32年当中做的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天文观测者 并不是说他通过仔细的天文观测 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 他更多的是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数学家 而作为一个哲学者数学家 是不太需要来搞天文的 具体的天文观测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怎么来读这个书 我觉得我想呢 就两个问题跟大家来介绍 一个就是 关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这样一个在即使在数学模型上做的细节的处理 当然这是一个外行说的话 内行来说不是这么来说的是吧 何以引起一场科学的革命 或者被认为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标志呢 一定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这就是库文在哥白尼革命里面 一开始就讲的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他叫Priority 就是这场革命的这个多元性和多重性 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 关于这本书 这本书与库文的它的影响大得多的 就是前面提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一书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哥白尼革命是不是构成了 范式的革命理论的一个案例 是不是隐含了或者预示了科学革命结构中的这个理论 这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我们是应该可以认真来关注的 那这本书的内涵非常之多 库文强调它的多元性 我是我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来阅读这本书 它当然是一个天文学思想史 它是一个概念史 它是一个关于时间有空间 关于我们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地球是不是中心 是不是宇宙的中心 或者是无限的到处是没有中心 中心或者无处不在 或者什么地方都不是 这些问题 它也涉及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当然也涉及到库文讲的科学范式 这些转变 它甚至涉及到诗歌 涉及到淡丁的神曲 我们一直搞文学的人 涉及到文学 甚至还可以涉及到进化论 这个等候我可能会提到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甚至 还可以从中国的视角来去看一看 我看了一下库文 我从头翻到尾 我看到China这个词 中国一次都没有出现 可见库文显然是没有中国的视角的 但是当我们去比较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跟哥白尼的天文学 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才能理解我们的行动的意义 以及我们生命的意义 所以说哥白尼的意识说 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 一个认知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看看哥白尼是谁 哥白尼1473年 出生在托伦 他是今天的波兰 当年应该是属于 还是属于普鲁士 应该是德国 他有一个很有权威的 很有威望的这个舅舅 是埃姆兰的一个主教 你看 这就使得他 他在1498年的时候 你看 就二十几岁啊 1498年 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时候 就成了这个 弗拉尼伯尔教堂的教室 这显然是他舅舅的安排 然后1491年的时候 进入了波兰 华沙再往南去的一个地方 叫克拉科夫的大学去学习 然后你看 就是带心读书了 是不是 有了教室有薪水 到留学意大利 他学习的范围非常的广 学习医学 法律 人文 科学 在波罗尼亚 帕多瓦大学都学习过 最后呢 是跑到了费雷拉大学 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这里面当然也很有余趣 为什么跑到费雷拉大学去拿博士学位呢 不在波罗尼亚 帕多瓦呢 因为在前 在那些大学 有名的大学 可能花费比较多 所以说 哥白尼 他是个文艺复兴人 他是个 renaissance man 是不是 他懂法力 懂得行医 也研究筑壁学 学习教会管理 也做过外交使节 他也会画画 他也做过天文仪器 比如像那种六分仪这样的仪器 就是一个kloss 一个十字架 那样的仪器 那当然他写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这个天体运行论 这是他 他出生的地方 就是下面 也叫突伦的地方 沿着威斯托拉河 这个威斯托拉河 再往南 往下走 就是华沙 然后一直到了 波罗的海的路 海河到淡泽那个地方 所以说 弗罗尼云伯克就是 在这个图的中间 那个地方 有一个那个地方 他是在那做了他的教室 他从意大利留学回来 就一直在那边 好 谁是哥白尼 有意思的是 库文在哥白尼革命中 好像关于他的生平 居然没有太多的介绍 可以说几乎没有介绍 为什么呢 库文是强调 是从历史去理解科学 但是对科学的史的兴趣 显然是第二位的 是对他对科学 哲学的兴趣 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 他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本书 他是从 虽然做了一个 历史的转向 但是他解决的问题 是一个科学 哲学的问题 要回答科学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那哥白尼 是在旧的传统中 产生的一个 一个学者 是一个科学 一个革命者 所以说我们又来把它叫做革命 但实际上 他是最后的一个 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因为他还是遵守了过去的传统 他还坚信了比如 云术圆周运动是完美的运动啊 天上的运动跟地上的运动不等等 是以不能等同来看的 这些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 一些看法 所以说哥白尼也许是 凭借攻击和际遇 塑造人类命运动的最无光彩的一位 就是一个一般的人 一个凡人 他并不是一个圣人 一个伟大 特别聪明的人 他只是在文艺复兴的 明亮的天空中 通过这些群星的强大的光照 才显示出存在的一个 我可以说是一个黑矮星之一 哥白尼比如说 为什么说他是最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呢 他是如何 比如说他是如何去为地动说去辩护呢 你看 比如说 你看部分想变成整体 如是所有的东西要集到一块了 要变成完美的圆 物体为什么要往下录 要变成也能 虽然不是地心 不是一个宇宙的中心 为什么也要录 因为重力是带来物质 想成为圆的一种思乡之情 或者是渴望 这是重力的实质 这跟地球动不动没有关系 比如落体和空气 为什么 因为你地球不是说动吗 为什么这些落体落下来没有落到偏西啊 没有被甩到后面啊 那是因为这些物体 所以跟地一样 都具有了地性 或者地球性 地球的自转为什么不解散啊 因为它既然是圆的圆周运动嘛 圆周运动它是一种按照亚里士多的说法 就是自然的运动 不是violent 不是被迫的运动 当然就不会产生我们想象的那种情况 为什么宇宙不动 是地球动呢 其实它说很好解释啊 我们地球是在包容在宇宙当中 我们怎么能说包容的事物在动 而被包容的物就不动呢 不动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房间里说的 我不太可能说这个房间在动 我不动 更多更好的来说我来动 更合适一样 这个道理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哥白尼在他各种辩护上面 他是还是顺着这个亚里士多德的 这个套路来的 所以说那我们再来看 但是正是一位这样一个在传统上 坚持传统的这位一位天文学家 或者数学家 他恰恰迎来了一场 他引发了一场科学的革命 这里面不是很有很有意思吗 也去很有有点讽刺意味吧 是吧 也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科学 究竟是怎么样去应该怎么样去发展 是不是我们怎么样来产生革命 好像不是说一拍脑袋就能成功的事情 而是要对本身就要有个传统 也在传统中真正做的做到位了 解决深刻的问题 他在传统中才能产生那些是吧 革命的因素 所以科学的革命不是弯道超车 这样的想法所能带来的 好 哥白尼的革命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天文基本概念的转变 因地动所而引起了其他科学中的极具的变化 所谓其他科学 比如说物理学 露体定力 物质的运动 这涉及到这些问题 是吧都会产生会产生影响 另外一个地球 也不再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中心 由此带来的哲学 宗教 价值观上的全方位的 方位的变化 所以说 这场革命不仅是从托洛梅到哥白尼的行星理论的变化 而是从亚里斯多德到牛顿的宇宙观的变化 这也是这个库温的哥白尼革命这本书 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当然使得天体运行人能引起这么大的革命 能够造成这个当时能造成对亚里斯多德体系的怀疑等等是有关系的 当时比如说新大陆的发现了 就怀疑了托洛梅的一个地理学上的数据 对地球的这个距离啊 各种因素数据是不是正确啊 立法改革那个时候也正好要谈论立法改革的问题 是不是是引起了天文预测的不准确的关注 所以哥白尼就用了一个新的框架 极力维护亚里斯多德的体系 结果呢是彻底推翻了这个亚里斯多德的体系 所以说库温在这个哥白尼革命这本书里面说 他说天体运行人是引发革命的书 但它本身不是革命性的书 那哥白尼提出新概念的动机和理由是什么呢 其中是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原来的体系还不那么和谐 你不是说天体行星圆周完美的圆周运动 可是呢你引进了一个对等点 显然不是云朔运动了 而且呢你每个星星都有自己的一套那种本人军人体系 连度量上都不能统一 互相之间是矛盾的 这个实际上你这个体系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他这样的反对就力度就非常的大 说明原来的模型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它指出了原来体系中的危机 有了危机我们才说才有可能有革命 这个哥白尼说啊这个托罗梅的体系啊 造成了一种所谓的怪物 什么不光是轮子多 而且是每个星星它自己都有自己的一套数据 每个星星之间的数据它不是互相能够共量的 不是同一个体系 这样就是好像是把人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 眼睛鼻子啊手臂都分开来 然后呢给它拼凑起来 拼凑起来的这么一个怪物 所以在在哥白尼看来 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接受的 好 那我们所以说他写了这个这个天体运行论 这里边主要的这个革新就是说 代替用地动说 地球转动说 地球闹到太阳转这样一个理论 来带起过去的地静说 地不动的这个这个学说 这里边的细节 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没有时间 来跟大家来来具体的讨论 总的来说这是它的关键的一点 这一点提出来以后 不但使得这个 使得这个问题啊 朝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 比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讨论 这个造成的很多物理现象 物理学的现象你得要去考虑吧 还有引起的其他方面的 我想宗教方面的这些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就不来详细的来讲 那我讲这个这个天体运行论 写出来以后 他怎么样就是也是这个库温的 哥白尼里人里 哥白尼这个 哥白尼革命这本书里边 也是来不断来探讨的 就是他的思想 他的这些概念 如何为当时的天文学家们 就进一步一步的接受 那这里面他讲了几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可以说是反对日行说的 就是帝国 帝国是丹麦的科学家 他的观测特别的准 所以说他在欧洲天文学界 是占有崇高的威望 在1572年的时候 天上发现了一颗星星 在这个板凳这个后面 有一个诺瓦星星 在1577年的时候 又有关于彗星的一些讨论 都使得他发现 原来的确实是 托洛梅的那种体系 特别是水晶球那些看法 以及天界和地界 越界以上和越界以上的这种差别 好像很多是站不住脚了 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受到了这个哥白尼的影响 但是呢 他还是觉得从直观上来说 从经验上来说 那这个从物理上来说 是这个地动数是很难接受的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模型 在他关于这个1577年的这个 这个彗星 关于彗星这本书里面 写了就是说 提出了这个观点 就是说所有的行星 都烙着太阳转 但是太阳就带着这些 这些行星就烙着地球转 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看来 是一个托洛梅体系 跟这个哥白尼体系的一个 折衷的一个方案 那另外一个人物是非常 也是对这个日星说的 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 大家也都很知道的 就是这个开普勒 开普勒的数学很好 其实他眼睛很不好 他有从影 眼睛有从影 他真正看观测天文 估计也就是他在七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 带着到他村边的一个山岗上去 看彗星是吧 后来他就学习数学 先是神者远远 后来是学习数学 最后因为他写了一些书 引起了比如宇宙的和谐啊 这样的书 引起了当时帝国 帝国因为后来跟这个 丹麦的王家跟闹翻了 闹翻了就跑到了布拉格去 建立了他的这个天文坛 于是呢这个拍普勒 就到了这个布拉格 成为了这个这个帝国的助手 那他经过几年的工作 就他首先他是一个什么 日星说的坚定的支持者 他认为这个太阳就是上帝所在啊 太阳给我们光给我们热 他还能不是中心还是什么呢 当然一切都要围绕他转 所以说无论从宗教上来说 从宗教情感上来说 他就认为这个是就应该是日星说 然后呢他通过他的这个研究 特别是对火星位置的研究 他就利用帝国的数据 写出了这个叫Astronomia law 就是新天文学 然后呢后面又提 就提出了这个行星运动的理论 以及后面他还有一些 比如说哥白尼天文学的概要啊 就把三大定律就给他弄出来了 那最后他他是为卢道芬皇帝 就是当皇帝服务的是吧 写了一个叫卢道芬心表 你看这本书卢道芬心表的匪义上面 就一幅插画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这个两个支撑天文学的大厦的很多柱子 有古代的比如西巴恰斯 西巴恰斯有过去的什么 比如说托洛梅还有其他的人物 你看那些柱子都已经显得破旧了 真正支撑这个天文学大厦的是前面的两个柱子 一个是提库布拉就是帝国布拉赫 还有一个就是哥白尼克斯就是哥白尼 他们把这个天文学的大厦支撑起来了 所以说太普勒他是一个 这是他的这个这个叫和谐的宇宙里面的这个神秘的宇宙里面的一些 一些关于这个行星位置距离的一些考虑 所以说他的工作是把这个日新书是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那么他在新天文学里面他其实从数学上来说 也展示了哥白尼的理论啊 托洛梅的理论啊 帝国的这个模型啊 实际上说几何上都是等价的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 你看这个从下面的外形这个 左面是这个叫地外行星的状态 你看那个O就是我们的观测者 P就是行星 你无论在哪个体系里面OP那条线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 对于内地行星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就不来详细的讲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也是日新书的支持者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加利略 意大利的加利略 他是从另外一种途径上 对这个日新书有了很大的支持 那特别是通过他望远镜的观测 看到比如说月球上也是有各种环形山啊 也不像那么完美啊 特别是看到有木星还有卫星啊 还有太阳有黑子啊 还有金星还有相位的变化啊 实际上就是说一切这一切 虽然不能证明日新书 但是都是为日新书提供了非常强的 有力的有力的证据啊 而且呢这个所以说 而且呢这个 加利略实际上跟开普勒之间啊 他们还有通信啊 其实这个你看 加利略曾经他可能是望远镜的观测 观测也很很这个星际十者 而这书他写出来以后肯定是寄给了这个 写信给了开普勒 他给开普勒说我对您的研 他们都拒绝用望远镜看一眼 认为那里都是魔术 都是根本就不可相信啊 可以像你看当时这个加利略是多么的枯朗啊 所以说通过这些 我通过帝谷 加利略开普勒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日新说是怎么样被 逐渐的被这个这个当时的天文学家们 慢慢的来接受 那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后 你看有一个一个叫 Ricciolli 写了一个就基于这个这个相当于帝国的体系啊 也基于那些哥白里的一些数学上的一些计算 写了这个新的自大论 这里面这幅图内涵非常的丰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 这两个体系之间要一个是托洛梅的 一个是日新说的体系 还有一个是帝国的体系 两个来比较一下嘛 哪个更好 但是这个作者因为是他是传教士 他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反对日新说的 当然在他看来 还是这个帝国的体系更好一些 好 哥白里的这个日新说 不光是不仅仅是好像是简单的 那就是把这个中心给稍微提了一下 它使得我们要探讨 这个天体的运动 就特别到了拍谱了之后 就要考虑它物理上 既然是由这个椭圆轨道啊 这个行星绕着地绕着太阳转 是什么东西在导致它在转 所以这里边就跟过去的一些理论 这也是库文的这个哥白尼革命这本书里边 他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威力论 讲原子论 使得这些这个理论 日新说宇宙论 跟过去古老的原子论 威力论又结合了起来 而这里边最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 我是故我在的这个迪卡尔 这个法国的迪卡尔 他试图用漩涡学说啊 或者词的这个利亚来说明这个天体的运动 说明太阳系 虽然思想上很先进 但是数学上并不是并不是很好 但是他奠定了这种机械力学 力学mechanics 力学的一些基础 就物质是靠之间的相互作用 威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来形成我们的看到的现象和宇宙 这些这个原则是这样的 所以说对牛顿也好 对说当时的惠根斯也好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好只是说到了牛顿以后 你看他写了这个数学原则 才把开普勒的把日新说这些东西 都把伽利略的这个对物理学的运动的这些东西 都给他统一了起来 就写成了这个自然哲学的这个数学原理 你们看这幅画 这个牛顿的眼睛是多么具有光彩 多么深邃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他统一了这些思想 使得哥白尼革命可以说 在他身上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完成 所以说牛顿统一了哥白尼 我们说很容易认为哥白尼是第一位现代宇宙学思想家 是推翻了亚历斯多德 关于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的革命者 然而库安的科学革命说明 哥白尼革命说明 哥白尼同样被视为最后的亚历斯多德宇宙学者之一 好我们看这本书我觉得里面还有可看的东西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我可以提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 通哥白尼革命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人物 古代的当然要柏拉图 亚历斯多德 托洛梅这 中世纪的时候 你看对亚历斯多德体系开始提出挑战 有不同想法的人 像库萨的尼古拉 这些人物是吧 所以在宗教方面 你比如说有马德路丁 新教 米兰科通 还有他的好朋友 罗马教廷的 从伽利略有关系的贝拉明等等 天文学家帝国 开普罗我们都已经强调了迪卡尔 牛顿 甚至还有诗人 但丁 米尔顿这些人 我们从这些书一说 这本书不光是天文学家可以去看 科学史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搞文学的 搞绘画的 都可以去来读这本书的 最后我想谈谈革命与结构的关系 革命当然是一本科学史 一个实实在的科学史 结构它是一本哲学的书 要打破科学历史哲学的界限 这是这本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也就是说科学史与思想史 两者是分不开的 那我们是不是能可以看 结构在思想 结构的思想 是不是就是我讲的 这个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这个思想 比如泛舍的思想啊 是不是在哥白尼革命这本书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端铃了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看来 应该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无论是从他的里面提到 比如范式的概念啊 他已经提到范式的概念 以及他提到前面 怎么样传统中解决硬国头的问题 然后发现anomaly 发现异常 发现危机 然后这他 他的新的概念产生了以后 又怎么样被吸收 怎么样改造以前的事实 以前的理论 这个恰恰都是科学革命的结构里面 这本书所讲的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实际上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哥白尼革命 可以说是为 虽然没有准确的表达出来 但是呢 它已经是为革命提供了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案例 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哥白尼革命 他里面也暗示了一种科学发展的理论 他认为 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的一种 一种机制 只有在一定的范式下 只有你有一定的问题欲 以及大家公认识这些问题 而且费得很大的劲 不惜代价去解决它的时候 我们才能对科学那种 那种最艰深的 最能耗费精力的问题 才能投入精力 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的引起 发现新的突破性的东西 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就像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不相信相对论 不相信暗物质暗理论 我们凭什么要花十几个亿 几十个亿 去照五百米的望远镜 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这就是有一个范式的坚守 一个基本信念的一个坚守 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守 我们不可能做深入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 好 哥白尼革命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伟大的 伟大的时刻 我前面讲到了 特别是它的威力论 它早 因为有这个学说 甚至跟威力论都联系在一起了 这就使得我们是要一个 自然中的各种现象 宇宙中的现象 地上的现象 包括我们人的生命 动物的生命 它都是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定律 甚至是机械上的定律 来做解释的 这种思想 我觉得它的影响 是非常的非常的深远的 它甚至影响到 我认为 影响到后来人们 对地质学的研究 赖尔的 地质学的研究 认为是 你看具体的力学的各种现象 来改变我们的地球 而不是神创的 它甚至影响到 我们对生物 对人的进化 生物进化的影响 你们看 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它的最后 在文章的最后 它说 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贯出到所有的事物当中去 所以说 我们才产生演化作 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 如此丰富多彩的生命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威力 其实这种思想 在我看来 我总是喜欢 带一点中国的世界去看 何尝不是中国古代 也不是也是这样 比如在我们的庄子里边 有一句话 《逍遥游》里边有一句话 过去可能人们的解释 可能跟我今天的有点不一样 它说 野马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西相吹也 这些野马 这些尘埃 不就是各种各样的尘埃威力吗 它们是在一定的一种 一定的基本的定律 基本的气的作用下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 形形式式的事物 所以这一点上 我认为 古今中外 都是相通的 所以戈白尼革命的伟大时刻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来享受 哲学家这个说本华说过 真理 只能享受两个漫长时间 中间短暂的胜利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 它会被测为异端邪说 而在后一个时期 在它之后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小学生都知道日行说了 它会被视为区区的常识 我们能够领略 戈白尼革命的伟大时刻 是我们的幸运 为了这个 我们要好好感谢库恩 为我们写的戈白尼革命 所以我的导读的建议其实很简单 就是好好去阅读枯温的戈白尼革命 体验科学革命 激动人心的年代 我的导读就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孙小诚老师的精彩导读 讲得非常清楚 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找时间来读一下这本书 我们现在有关戈白尼革命 有关库恩 大家还有很多很好奇的问题 也请您随时把您的这个问题发到弹幕评论区 我们将抽取部分问题来解答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邀请科普作家孙正凡老师和孙小春教授 就这本书展开对谈 由于这个孙正凡老师现在现居上海啊 他将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我们现在连线这个孙老师 孙老师好 你好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孙老师 孙正凡老师 孙老师是天体物理学的博士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孙老师从事科学传播15年 在2019年获得了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称号 尤其是我知道孙老师在2020年翻译 出版了伽利略的《星际信史》 我想这应该是第一个中译本是吧 而且孙老师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艺后记》 从中体现呢 孙老师对这个由哥白尼发起的这场天文学革命 乃至整个科学革命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并且对于科学史对于我们今天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也有相当深刻的感悟 所以我想来邀请孙正凡老师一起聊哥白尼革命是非常合适的 那我也将抓紧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利用主持人的职务之变 向两位孙老师面对面的讨教一起来讨论库恩的这部作品 那么我先有一个这个我们这个高山导读的一个常规问题 通常是要关注导读嘉宾和这个作品之间的一些个人的关联 两位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接触到这个作品的 然后对这本书对您而言 对您二位而言最有启发最有收获的是哪一部分 或者您有哪些地方和作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我们先请线上的孙正凡老师来回答一下 好的非常有意思 是我在读库恩这本书之前是在追溯 中国宇宙学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地球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我在给大家讲科普的过程当中 现在会遇到这个问题 或者说大家会说证明地球是原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话其实是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是说你不能说一个球是原的 因为球本来就是原的 所以我在追溯是谁证明大地是个球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在追溯因为很多人在说哥白尼啊 哥伦布啊这些人 然后我就被迫着去重新去读哥白尼 托勒密 但是你确实发现说以前的这个文章 你是很难去读懂的 所以要去找其他人的解读 正好是沃森老师翻译了库恩的这本 哥白尼革命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的 而且他是把哥白尼革命放在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解读这个事情 就让你把整个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给他击穿 你发现说科学思想史 然后文化史神话故事还有宗教啊哲学啊都放在一起来解读 让你可以对哥白尼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就换句话说 哥白尼不仅是一个天文学家 那么他在周先生的影响 在整个文化的影响 都被你都被这个过程揭持出来了 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用 就像孙教授老师刚才讲的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来解读中国的宇宙论啊 中国的现文学得在这个文化当中的影响 嗯 所以孙世凡老师是从哥白尼追溯到库恩的 是通过哥白尼来认识到库恩 那这个孙教授您是怎么接触到这本书的呢 这个我正好跟他有点相反啊 其实呢我是从库恩先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 结构当时我记得很 有好多年前二十年二十多年前了 这个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啊 上了一门课叫《科学史导论》的 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因为他这里面书里面经常要提到 把哥白尼革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的 说明这个范式从这个托罗梅的天文学 转变成哥白尼的天文学 这是一个范式转变的一个案例 这样的追溯过去 当然我就要就开始读他的这个 我当时当然都是读的这个英文版的 现在看到这个有中文版的翻译 我觉得翻译的也是非常的好 嗯 其实就我而言 我跟这个孙小春老师的经历比较像 也是上一门课 这个科学史理论 他介绍了不同科学史的这个编史的不同纲理 然后其中一本就是 《格白尼革命》 当时这个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这本 还有一个是科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其实就是因为这两本书 把我最后引向科学思想史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格白尼革命》 是一个非常具有广度的这个思想史脉络的这样一部作品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是关于这本书的篇章结构的 我们翻一下这个书 就知道这个书一共有七个章节 老师们能否谈一下 如何看待库恩对这个七个章节的这种布局 他是否有什么一些巧思蕴含在里边 如果只能看一个篇章的话 您最推荐哪个章节 那这个先请孙小春老师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很好 我这个章节的安排 其实还是库恩是认真考虑过的 实际上我刚才讲了 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虽然不是好像是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本书的 这个它后来的思想的一个例子 当然不完全是这样 但是它这里面已经隐含了这种思想在里面 所以从它这个章节安排上就可以体现出来 首先是有古代的传统 两球理论 托罗梅的体系 古代人怎么解决行星运动的问题 然后呢就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这里面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怎么样跟亚里士多 已经开始对亚里士多的 有些产生了一些挑战 比如尼古拉的库萨 这些其他的这些人 奥瑞斯摩这些人是吧 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而且有些问题 包括亚里士多的体系 怎么样跟宗教变成了好像宗教的基石呢 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也是经过了斗争啊 经过了妥协啊 这个结果是犹新 所以说这个是反映了这个古代的传统 那哥白尼在这个传统当中 发现了一些很难不完美的地方 他认为站在传统的角度 在这个传统的体系下 不完美的东西不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要去攻击他 需要对他进行想办法去解决 这就是那个章节就是 就是哥白尼他做的贡献 然后后面的部分自然就是你看他怎么样 他产生了这种概念性的变化 如何影响了天文学的其他问题 特别是也影响了跟他相关的物理学 亚里士多的物理学 这些问题他怎么把这个概念要吸收进来 叫assimilation 用这个用这个英文字叫assimilation 这个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他讲到这个 伽利略也好 这个开普勒也好 帝国也好 当然还有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是吧 然后呢 最后他要探讨 你看 由于哥白尼的学术被这个 开始 因为他做的工作 他并不是说简单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好像 像哲学家识别很会 你说地性 我说这个东西都可以 他关键他是对他做了扎实的工作 他的数学计算法模型 所以你不能说 有的人说哥白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 我认为这是个笑话 他自己不相信 他不可能投入那么大的精力 去做把这个数学模型做得如此的完美 把计算做得那么精确 所以他在天文学 天文学上他已经是立得住的 因为立得住了 他才会被别人不断的讨论 不断的来接受 然后最后呢 由于这个日新说 改变了我们的地心的观念 宇宙的中心的观念 物质怎么样去运动 怎么做问题的思考 所以这就是跟一些哲学问题 什么威力论啊 新波拉兔主义啊 原子论啊 这些问题都集合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你看哥白尼引起的革命 它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它甚至可以影响到 我刚才讲的甚至到进化了 到生物领域 到其光学 到好多其他化学 很多方面 甚至它的影响到今天还在存在 当然今天可能已经在发生 比如万有引力 这个牛登的 到万有引力 是完成了 所以说你要说 这里面的章节 哪一章最好看 要从我来看 那当然是最后一章 它的最后一章 它给我们揭示了一个 由于哥白尼日新说的 被认可了 这种提出 引起的在哲学上的 物理学上的 甚至思想上的 一种深刻的一个变化 以及甚至指示着 某种预示着 未来的某种某些方向 所以我认为 最后一章很重要 对 这也是当时最吸引我的 我刚才说 它这个思想史上的广度 其实就体现在 它最后这个部分 这个范世新建立起来以后 在各个领域所激起的回响 所以其实孙教授刚才的意思 说这个书的格局 或者它的结构 其实代表着整个格局 革命的结构 也甚至代表后来 它这个革命的结构 那这个孙政凡老师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您觉得他这个章节布局 有什么 对您来说有什么 可说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内容 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有志于了解 不同时期天文学的这个读者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 你要想了解 古希腊的天文学 那么就要去看 第一章和第二章 那么它是介绍的说 我们是怎么样 从日常的观测 到开始去构建 地心说这个体系 那么这个过程 你说古希腊 从这个 毕拉格拉斯到托洛密 怎么 他们之间其实有过 800年的意识 这个800年的发展过程里面 实际上是由名家辈出 那么你可以看到 大家是怎么样去努力的去构建 这个日心说这个体系的 就是日心说这个体系 虽然它不完美 但是它也是很多人 花了很多的聪明才智 来构建出来这样一个勉强的啊 或者说在当时来说 已经相当好的可以解释 行行运行的这样一个体系了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要读思想史 或者读哲学的话 那么要去读第三章第四章 或者还有刚才孙雅上说的这个最后一章 那么如果你要去想 比较容易的去读懂 哥白尼的这本天球运行论 或者叫天球运行论 这本书的话 那么就要去看第三章和第四章 那么这是我们来解读一下他的 哥白尼究竟说了些什么 那么他的这个工作 是怎么样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的 这个过程对于学习天文学 尤其是说想了解天文学历史的 这个读者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孙世凡尔做了一个很好的篇章上的导读 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了解什么部分 应该去看哪个章节 不过在我看来 昆恩这个书 也像他自己本人所说 一开始他就说了 他这个书最大的一个魅力 或者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揭示了整个革命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这所谓它的多元性 也像刚才孙教授导读所说 它不是某一个技术细节 某一个具体天文学领域的变化 它涉及到的是天文学的 宇宙论的物理学哲学 宗教等等很多方面的转变 所以戈梅尼革命这个概念 其实它是被不同领域的概念 所编织在一起的一个 复合的思想制品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当一个表面看起来是完全突变的 这样一场革命 比如从地心到日心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把这个表面看来单一的转变 拆开揉碎成了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的观念推演 这种渐进式的观念演变以后 这个革命到底还在多大意义上存在 就好像一个戏法 你看不到它背后的是 它得以可能的这个机制的时候 这戏法好像非常的具有这个诧异性 但一旦坤把背后的这些道理都揭示出来 把这个背后的观念演变都揭示出来的时候 这个革命好像就不那么革命了 所以这个革命的多元性和革命的这种断裂性 这里的这个张力两位老师怎么看待 孙老师先说 好的 我记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 其实就是想说科学革命是不存在的 就像毕晨这里提到的它的断裂 我觉得其实我们 我倒不太同意说它是不存在的 我想的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本书的内容如此的丰富 它可以揭示的是我们 要从各个学科去理解它 这又让我想到了说是 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不断的面临着两个倾向 一个是学科分化的一个压力 就像压力士多德想用哲学来解释 它所面临的这个物理化学 现在称之为物理化学 生物所有都放在一起 它称之为物理学 那么另外一个关于哲思 它放在物理学之后 那其实我们都是想 想用一个统一的东西来解释 但是我们解释不了 所以我们不断的要从哲学内容 把各种部分拿出来 然后成为各个新的学科 各个越来越小的学科 我现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了 这是一个压力 这是一个人类你想要精确的 或者想要深入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 必然面临压力 那么另外一个形象是 我们在深入的理解 某些方面的东西之后 我们不断的想用 把我们发现的基本原理 重新应用于解释整个世界 那么从哥白尼这里也可以看到 但哥白尼发现 我们说这个世界 它是日行说之后 那么甚至到牛顿 尤其到牛顿之后 那么不断的想用 发现这些原理 来重新解释整个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甚至是我们现在发展出来 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哥白尼原则 就是说整个世界是平凡的 我们想用这个东西来贯穿到 这个所有的这个 后面的科学理论里面去 我觉得这两个压力是 我们在理解科学革命的时候 所必然要去知道的 它必然是有这个 不断的断裂的过程 那么另外一个点 另外点说 我们说 为什么科学革命还是成立的 是因为 就像库恩在这本书里 其实揭示了一点 他说哥白尼其实搬掉了 支持 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 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就是地球是宇宙中心 这一点被 哥白尼用他的逻辑 用各种论证去否定掉了 那么把这一点否定掉之后 你就被迫的要去 从物理学上面 从哲学上面 要重新去构建一个世界体系 那么这也就是库恩说的 当犯事发生之后 那么科学家们被迫 在一个陌生的宇宙里进行工作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 把我们原来 你看上去好像熟悉那些现象 用这个新的理论 新的范式重新去解释一遍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有不断的 新的突破 我把它比喻成一个 我们中国有一次 有的发刃之作 刃就是那个 挡在车前面的一块木头 把车轮挡住不让它松动 就是不让这个 不让它划车 那么当把这个刃拿到之后 那么车子又开始跑起来 也开始滑动起来了 这个发刃之作 我觉得这个 哥班尼的天级运行论 就是这样一个发刃之作 当他把这个 把亚里士多德这个基石搬到之后 那么整个的 我们对宇宙理解 就必须有一个新的解释 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说 后面的开普勒呀 加利略呀 一直到牛顿 那么这个整个的体系 都是被迫的 是吧 我基本上是被迫的 要你去要构建一个体系 那么你的新的不断的发现 新的数学上的进展 望远镜的进展 又恰恰是提供这些工具 让我们可以去构建一个新的宇宙 所以我说 这个革命的存在就是 哥班尼把亚里士多德那个 支点给搬掉了 或者说把一个大车的这个任务 给搬掉了 让这个世界 让它的新的范式 能够运行起来 嗯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 戈麦尼它是这个 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好像这个发任之座的意思 那孙教授怎么看 我非常赞同这个孙老师的说法 前面我也讲了 它是一个多元性的 也是库文讲的 更是综合性的 它是很多交错在一起的 当然是不是革命 当然戈麦尼他不能说自己是革命 是吧 它其实革命本来就是一个 编世学的一个概念 是我们后来的人 回过头来看 它导致了什么样的变化 它跟其他的社会 经济 宗教因素等等 综合在一起 使得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变了 这才叫革命 所以戈麦尼 把戈麦尼的天体运行论 就像作为一个发任者 作为一个启发者 放在那个位置上 作为一个标志 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 嗯 但同时戈麦尼也不是 好像是最杰出的 就像您导读说 它是一颗重心当中的黑矮心 呃 这话是一些说法 但是呢 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我们说表面 但实际上来说 你可以 我就讲了 它做这项工作 绝对不是表面上 好像简单的一个 把它是心好像挪一下 嗯 它这里包含了很多的 它的数学上的 测量上的 它的 所以这本书 它是有分量的 它确实改进了这个 虽然改进的不多 改进的不多 不是戈麦尼的错 是因为本能这个元素 圆周运动 这个古代的这个原理 就本身就是错的 所以这个事情 必须要有后来的开普勒 去把它打破 嗯 变成了椭圆运动轨道以后 才有可能再进一步 变成牛顿的东西啊 这个 才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所以说应该说 我们如果是在内行看来 就是戈麦尼 他还是确确实实做了一场 非常重要的工作 嗯 嗯 嗯 我觉得戈麦尼革命 它是不是革命 这个革命成不成立 其实它关系到科学 它是不是有革命这个问题 它其实关系到库文 整个科学哲学 对于科学进步这个问题的理解 科学到底是一门 累积性的 不断逼近真理的 趣味存真的 这样一门事业 还是一门在不同的概念图示 或者后来他讲范式之间切换转移 从选择一种解释 到选择另一种解释 这种相对性的事业 这其实是库文整个 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库文自己在戈麦尼革命最后 他其实留下了一个回答 他说他认为不同的范式 所能解释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积累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是是有进步的 那戈麦尼的就是 比亚里士多德更进步 但是他说解释本身 或者概念图示本身 这个是相对的 这是没有积累可言的 概念图示本身 它是相对的历史的 这个相对进步的牛顿 这个图示 并没有更加接近真理 他中间有一天 他也是会被取代的 不是说他就占有了真理 所以说他这个观点看起来比较折中 所以最后他也一直被好像两边不讨好 就是他伴随这个真理 就伴随他的一生 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科学到底有没有客观意义的进步 还是仅仅它是一种解释学上的选择而已 孙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 库文他是实际上是一直是也是 一直是回避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他作为一个学科学出身的人 他要被打上好像科学 不能不可能达到一个真理 完全陷入到一道相对主义去 他自己是自己也不能认同 别人加给他的标签 其实他自己也是不认同的 但是他确实又提出了这个 所谓不可共良性 就是不同范式之间是根本没法对话 话语都不一样 就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在一个范式里边 把科学概念啊事实啊可以不断的进步 甚至可以把过去的事实 变成现在新的范式下 重新解释过来的事实 这确实是一个进步 但是概念的转变 概念本身就是你刚才讲的 确实是 它就是像一个格式塔的转变一样 你看鸭子的时候 就是鸭子嘴和这个眼睛 你看兔子的时候就是 变成兔子就是耳朵和这个 所以完全是没有办法来 没有办法来共良的 这就是他确实也指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是一个矛盾的人物 所以说他是本身内心 我相信是充满着 也是充满着矛盾的 所以说他也不太愿意 在比如他上课的时候啊 他就不愿意别人来讨论他的 他认为别人理解错了吧 他也不好回答 他也理解不对 他一下子也不能很好的来 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孙政凡老师怎么看 您做何选择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看到 怎么来比较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说 科学显然是没有办法说一定是掌握真理的 我们无论是这个可真伪理论还是范式都指出来说 我们是在一个工作的模式之下来进行讨论 来摸到这个世界真相 或者说我们其实每颗鸭都在盲人摸象 我在摸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然后把它给拼成一个完整的途径 或者相对完整的途径 但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办法说自己已经摸到了最后绝对的真相 或者说处死这个词翻译成真理 它本身就是在牛顿物理学的时代 那个我们人类还相对天真的一个时代 一个翻译而已 那么从另外一角度来说 我对郭文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不是从整体上去讲到它的说进步 或者怎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从问题来着手 或者说我们把它的解决的具体的问题拎出来 把它的问题进行分解 比如说郭文在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说 我们在无论是地心说和日心说 其实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宇宙的结构是什么 那么宇宙是什么 或者说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郭文把这个古代的神话 一直到后面的牛顿 包括我们现在的有限宇宙 大爆炸宇宙都放在一个序列里面来进行比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逐渐摸到了宇宙的一些真相 或者说越来越逼近你真相 那么从这个条例上来说 我们是在不断的在进行进步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问题来说就是 范式本身 范式转换本身它肯定也是有些压力的 那么它的压力在对你什么地方 或者它转换点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从地心说到日心说 这个转换点显然就是 哥拜尼把我刚才说的 那个哥拜尼把这个亚里士多德那个基石给搬掉了 那么把它的你发现说前一个问题的 前一个范式的基石都是有严重缺陷的时候 那你就被迫的说 你发现说范式的转换 或者它的升级迭代 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说 我们对整个宇宙的把握 是摸到了一些更加真相的一些东西 更加关键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说这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科学的真理性或者它的真相 还是还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信仰还是应该实在的 听起来您好像是比较偏向说 科学在一定意义上 它多少还是有这个积累的 逼近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指向啊 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科学教育的 因为我们看这本书的序言会发现 这个序言是曾经的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写的 那这个序言里面好像很少谈到和哥白尼 甚至和哥白尼革命直接相关的 他反而谈的是整个都是在谈科学教育的问题 他认为库恩这部作品呢 其实他能够真正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科学文化 其实从刚才那个问题我们也能看出啊 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够增进对科学事业的理解 因为实际上他最后他在谈论的 就是对什么是科学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那我们我们知道科南特这个序言是面向西方社会来写的 那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里我们首先只是中国人 因为这个对中国来说科学是一个 我们需要向别人去学习的 甚至要赶超的这样一个事业 其次呢这我们也是指不直接从事 比如专业科学史研究的 不不直接从事专业科学研究的 那对这样的我们而言 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库恩这部科学史作品 这样的科学史对我们能有什么样的价值 以及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面临着 科南特所说的要建立对科学的真正的理解 要建立真正的科学文化这样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二位老师看来 当前的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科学教育 科学史在其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先请孙正凡老师来谈谈 好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于西方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同样的重要 或者说我们 我记得我刚刚到上海科技出版社工作的时候 老愿意推荐读一本书 是叫做科学是怎么被明星打败的 那么当就是我们进入到20世纪之后 又是20世纪后半月之后 我们科学家们在不断的为了经费 为了各种项目来头疼来写各种写本子的时候 你发现说科学家们逐渐从公众事业里已经退隐 那么换句话说科普功能在减弱 这个时候你发现各种迷信的东西在不断的在重新占领原来属于科学的领域 你发现说其实在科普教育科学教育里面 其实各个学科不管是中国来说 不管西方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 尤其对中国来说 我们中国的接受科学是从牛顿之后 就是牛顿物理学或者说工业革命 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是 科学是有用的 科学知识是有用的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个有用性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但是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告诉我们 科学的动力并不来自于有用性 而是恰恰来自于它的另外一面是它的无用性 是它的哲学动力 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比如说你像在志心说这个时代 你知道世界是志心说又怎么样子呢 你知道地球在围着太阳转又怎么样 它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这个恰恰是无用的问题 在不断的推动着欧洲的科学在不断的发展 那么最终达成的结果是牛顿 而最终达到结果是科学是有用的 所以说你你发现说我们如果是仅仅强调牛顿 而不强调这个天文学不强调哥白尼 你发现说我们对科学的意见始终是功利的 始终是片面的 那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上大学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好工作 那么必成你上了你学了科学史 那你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你的报酬是多少 那这个问题问出来 可能我们对于学问的追求 这个兴趣立刻就被消解了 我们目的就是想找一份好工作 所以说那么他的这种模式之下 科学的发展后期必然是乏味的 因为当你面临一个课题 可能三五年都无法解题 可能这个你十几年都没有办法 去找到一个答案的时候 你很快就会放弃这个问题 但是科学史上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 很多重要的问题是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才能找到答案 那么当你一旦找到答案之后 一旦找到一个关键的症结破解之后 那么后面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 甚至说他力量是非常非常快的 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你怎么样去占领这个先机 我觉得是我们的科学教育 必须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公众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文化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追求科学 我觉得从天文学历史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科学史的无数的例子都会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走下去的一页真正的科学 这是一个跨越 就像克兰特说的 我们要跨越人文和科学之间的障碍 嗯 孙晨凡老师 从这个科普从业者的角度谈这个问题 您作为一个职业的科学史家 然后还是在大学当中从事教育的老师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你的问题都很好 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 我只能简单的给你来谈谈我的想法 其实这个就是关于用 什么叫用 能穿衣服吃饭行 当然也是用 但是我们也有精神 人还有精神上的需求啊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有没有外星人啊 有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怎么样 这是涉及到我们人的本身的安全感 在这个宇宙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用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说科学是为了无用 这一点也有一点 就是好像为了无用的才是科学 也不是这样的 科学就是本着用具的 近代科学的你看哪些 都是不是有很多技术的应用呢 就算古希腊来说 他也就泰勒斯也知道怎么样把科学用在 他怎么样去预报这个要赚钱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还是要辩证来看 所以确实 这也在一个社会里面 其实总有一些人追究 非常直接的使用的东西 也有一些人像中国的古人 也有启人游天嘛 也有这样的人 他在思考宇宙的问题 所以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 所以为什么回到你这个 为什么科学革命要读这本书 对我们科学教育有用 其实就是要从历史中 从科学的实践中 我们才能真正体会科学的本质 你看这个哥白尼就像工匠一样 就像搭吉木一样 他在搬弄着他自己的那一点数学模型 只有在这个过程中 他才能产生真正的伟大的思想 这不是说你耍嘴皮子 说一些这个完全就是想一些概念 而不去做操作 不去具体的实践 才能做出伟大的发现来的 是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史 对于我们的科学教育 要传输这个理念 传输这个信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 刚才我注意到您的导渡当中 提出我们有很多种角度来读这本书 我们很直接的 我们作为中国读者 一个很直接的角度 其实是关于中国的 中国人如何看待 库恩所讲的这回事情 也就像您说的 库恩在这个书里 其实根本没有提中国 但是 库恩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表述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推想 他说他有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 是古埃及 那些巴比伦 他们都有这个宇宙论 但是只有由这个传承了古希腊的西方文明 在构建宇宙论的时候 给天象以极大的关注 只有西方文明把天文细节的解释 作为宇宙论的一个功能 由此也才导致这样的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方 就是说仅仅凭着天文学家观测上的一些技术性改变 就可以整个挑动整个颠覆一个大家都很幸福的 赋予大家安全感的这种宇宙论 那我们不仅想要问中国古代是什么情况 中国也有宇宙论也有天文观测 他们的二者之间难道没有任何关联吗 有关联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大的问题 首先我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这个分 一分就怎么说呢 它有正面也有反面是不是 中国古代有没有天文学呢 当然是有 中国古代汉代的时候 太初改例是吧 制造了三统例 他就制造了一套数字模型 也是来解释行星运动问题 所以行星运动问题是大家 古代共同关注的问题 只不过托洛梅他们是用了本能均能的方式 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认为有完美的圆周运动 而中国人不这么认为 中国人认为他通过观察他的运动当中 他的实际运行的这个速度啊 时间啊 就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处理 他同样可以预测天体的位置 而且呢 甚至在至少在汉代的时候不向上下 到了我们宋陶的时候 他因为这个体系就考虑到这个日月运动不均匀性 都考虑进去了以后 他实际上比托洛梅 比这个戈白尼的体系 甚至在有些方面还要准确啊 比如预测火星 至少是旗鼓相当的 那我们在11世纪的时候 就达到了16世纪的这个水平 所以你不能不说 中国古代科学 古代这个天文学它的伟大 它的思维方式上 它也是建立模型 对行预测 然后根据天下来进行验证 验证不对了以后 再对模型进行修改 修改再使得这个模型更加的完善 更加接近真实的运动 也是在做着某种拯救现象的事情 只不过古希腊是用的本能均能 那种几何的模型 中国是用的数字模型 究竟哪个好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是吧 究竟是几何 几何因为天上没有本能均能 数字是你看不着摸不着的 但是万物皆数 是不是 数才是事物的本质 所以在这点上 我们的理念也很先进啊 所以我们可能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 不断的来探讨的 我想我也知道 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 都是有不同的观点的 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深入去讨论 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 会有非常会有成果的一项 一件事情 这也是当前学界仍然 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 对 下面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星座概念的 就是我们知道 哥白尼革命其实已经发生了 好几个世纪了 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 受过基本教育的人 还会相信 地心说这一套说法 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呢 星座这个概念 依然保留下来了 库恩在这哥白尼革命里面说 他说 呃 一旦好像地心 地球被当作一颗行星来看待了 那么占星术啊 以及上天威力的感知 就会失去相当的可信性 但是现实好像不是这样 一方面 这个现代天文学当中 也保留了星座的概念 而另一方面 那在流行文化当中 大家对星座的 这个对占星术的这种信仰 和发自内心的相信 好像更加的强烈 呃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孙正凡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个 为什么一个新的世界图景都形成了 而星座还能够这个保留下来 呃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几个方面来说 呃 一个是说呃 我们在观测宇宙的时候 必然会借助很多的数学工具 呃 或者说坐标体系 那么星座其实就呃 天文上的星座就是这样一个坐标体系 呃 那么我们的 比如说天球这个概念 我们依然保留下来了 我们要把整个宇宙 整个恒星看作它 在一个天球上面 一个球面坐标上面来 进行衡量啊 找它的位置 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呃 呃 呃 保留的这样一个概念 呃 那么星座其实也是 星座是我们把天球分成各个小的区域 我们要知道哪颗星在什么位置 或者说哪个天体在什么位置 这是我们必须要保留的 这是一个工具 对 其实包括 对 对 其实包括占星术的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占星术里的星宫啊 黄道十二宫 它其实也是一个天文学的工具 或者它不是属于 占星术的 它本身也是天文学的工具 那么在我们有360度这个画面之前 我们是把啊黄道划分成了12分啊 360度划分了12分 每30度是一个星宫 那这个星宫其实跟星座 它呃 大东小异 就是星座本身啊 天文就conciliation 星座这个词 它是大小不一样的 它是根据星星的亮点 我原成的图案 大小是不一样的 非常不均匀 那么黄道十二宫 你可以把它看作 我们把黄道做了一个均匀化的处理 啊 这是一个 或者说我们天文学家描述啊 太阳在什么范围呢 你就告诉我在黄道十二宫的什么范围 你说它在春分点 在白阳宫的第一点 那我知道了 今天是春分 吧 或者这个具体什么日期 那各个民族 根据自己的立法区计定 这是一个 那么占星术的这个问题呢 一个是说 它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 在哥白尼这个时代 它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了 对吧 它本身在公众当中的这个基础 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说甚至我们可以说 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就是要给占星术提供相当精确的位置的预测 那么这是一个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是 占星术它做的事情 它后面解读其实完全是关于心理学的 它人本身是有很多精神需求的 这个精神需求 不是科学能满足的 对不是 你甚至说我们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已经把行星 把宇宙就是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 那么大家仍然相信说 那颗行星水泥啊什么的 会不会对我们 对我们的命令有影响 那么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人 让他不相信这个东西 因为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他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说占星术它本身 它是用一套 大家不懂的天文学的术语 用他来做幌子 然后来做一个心理学下的工作 提供一个心理上的 对对对 读这个需求 那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也是一个这个常规问题 就是假如二位有机会拜访库恩的话 您最想跟他问一个什么问题 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这个孙教授先来谈谈 库恩 其实就是我其实还是想就着刚才的问题来看 其实你看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 牛顿定律啊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好像把一切都给决定了 决定论了 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你看就等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他用两体解决两体问题的时候还行 三体就不这么凌亡了 可是我们宇宙中是这么多的星体 这么多的人在一起的活动 难道就没有 难道都是能决定论能解决的吗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量子力学也好 什么各种都说明了我们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不一定是完全决定论的 既然不是决定论的 人们就相信还有某种偶然性 还有一种超乎我们所谓的决定论之外的东西 这从根本上来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说完全消除占星术 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 再一个 占星术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 它满足了人们的一种 刚才孙老师说的心理的需求 它有它的社会的功能 比如说领兵打仗 我说今天的形象特别有利于我们去出兵 那就真正就出兵去了 然后就取得胜利了 你说这是什么影响呢 它当然不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那种 好像某个物理因素影响 它有它的社会的心理的动员的那种 调动士气的这些方面 所以心战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还是不能消除的 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 如果是酷温 酷温 也许戈白尼 其实我也更想去问问戈白尼 戈白尼这个 如果是我要戈白尼的话 我要是人家 那我就可能会 拿着我们宋代的一位 天文学一位学者就是省阔 他也曾经想提出了一个方案 想要解决火星运动的问题 拿着他的数字方案去问问这个 戈白尼 看看这样的方案 跟你们的几何方案 究竟有没有有可能 有某种相通之处呢 或者说在我们的中国的数字方案 传统里面 有没有可能也能更高的程度 在书面上来解决行星运动的问题 对 同样可以问酷温 这个问题也可以问酷温 但是酷温的话 如果是酷温的话 我就会 那我就 因为读了酷温的书 我觉得第一次读酷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来说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shocking 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惊 因为我们过去的理解 都是认为科学是一步步的累计 好像想一步累计爬上了我们最高的高峰 我们是站在华山之巅 一览众三小 好像是我们就站在最高峰 事故华山一条路 好像是累积一步步的上来了 通过酷温的这个 读这个书就发现 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 你认为自己是站在华山之巅了 更接近真理了 其实未必 也许还有其他的山峰 还有其他的道路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心里特别想问的是 酷温 你究竟对物理现实的真实性 或者最终的真理 你究竟是什么看法 你不要含糊其事 对 我就一直回避的问题 回避的问题 他是想问这个问题 那孙政坛老师 您遇到哥白尼或者库温 您想问他什么问题 孙永生要说的问题太尖锐了 直接攻击他们最不愿提的问题 我倒想的是说 假如说库温在晚年重新去 给哥白尼革命做一个修正版 或者说是一个更新版的话 那么他的主要的改动的点 会是哪些地方 比如说对于这个 哥白尼的整个思想历程 从古希腊的逐渐的改变 那么他的 他继承了古希腊的那些观点 你看到说 我们说哥白尼本身 他是古希腊的一个最后 最后一位古希腊前文学家 或者说他是最后一位 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那么他其实他身上 承载了古人的很多的这个 成就在这里 比如他用的逻辑方法 那这些逻辑方法本身 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工作 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 最擅长的工作 但是哥白尼在他天语运论的 第一个篇章里面 就用逻辑方法来证明说 你不能说地球在中心 他就不能转起来 对吧 那你让天球转起来 其实更不合理 我其实用逻辑方法 在以此之矛公子之盾 来证明我们说 把亚里士多德这个地势给搬掉了 那么我相信 从这个一个西方人的 西方科学史的这个专家来说 他肯定是有更多的一个体会 那么如果晚年 他重新再出一本这个书的话 那么他会对这本书 做哪些重要的观点上的一个修正 这个是应该是会非常有意思的 好 那我们这个圆桌对谈 聊的已经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环节 互动问答 在此期间 直播间已经收到很多 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了 那我们请导播老师 把这个问题递上来 我们来 让嘉宾看看有什么 嗯 第一个问题是 可以介绍一下哥白尼革命这本书 相对当时的成就 括号解决的问题 以及相对现在存在的问题吗 嗯 好像有点像这刚才孙正凡老师的意思说 哥白尼革命这本书 在当时他有什么成就 以及现在他如果要改进的话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二位有什么 对 当时还是我前面也讲过 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第一个他要解决这个 那个原来的透露媒体系里面的一些不自洽性 嗯 比如说不同的行星啊 用的本人军人 他本身这个尺度方面就不能共粮 这是一个各有各的各有各的轮子 各有各的大小是吧 再一个他有所谓的他也没有 因为有一个对等点的问题 他不能真正符合的所谓的云数 一种的那个古希腊人最最推崇的那个这个原理 嗯 所以这一点上他是要把它把它去掉 是吧 这个是要他要解决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 呃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他实际上从还是 虽然改进不大 但是他还是比原来的那些 比如说在他前面用的阿尔方索表啊 或者是基于原来托洛梅体系的那些 那还是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然这个改进不一定是完全基于 哥白尼本身的观测 也是基于他前面 也有一些比如在德国啊 还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天文学家的一些观测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他的这个天体运行论这本书 就是从一个计算模型来说 那也是比较出色的一本 所以他能立得住 而且当时你比如说讲的立法改革啊 都是要 他也是因为受了立法改革 要征求他的意见 因为立法用久了以后 原来的这个立法也用久了 用久了以后就不那么准了嘛 所以说才会出现 那个时候要改革立法 所以他应该是在1514年的时候 差不多15年的时候 就写了那个 把他的学说的一个纲要给写出来了 最后花了30多年时间 快在病榻上 在死亡的病榻上面 才见到他最后的天体运行论的这个我们叫青样 是这样的 老师回答了天球运行论当时的这个成就 下一个问题也是想请教孙老师的 说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天象观测记录 为什么却没有产生地球是圆的这样的概念 地球对呀这个天象这个观测天象 比如说彗星啊星星啊 它是完不一定能够产生这个地球说是吧 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一个体系 中国人认为是第一他不像古希腊人认为天地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两界不存在所谓的两球是吧 天就地上的本来事物在变 天上的事物也在变 所以说这就是这就是你看 根本不存在这西方出现的那种好像因为 因为这个地心说啊 就造成了好像这一这么大的一个冲突 在哲学上宇宙观上的这么一个一个大的冲突 所以说它不以天象的观测 并不必然跟这个宇宙的结构地球说这样的东西结合起来 这里面就指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 如果是我要来写哥白尼革命 我可能会比库文要多一个章节 就是在他对中国究竟产生 这个学说在中国产生 因为实际上哥白尼的学说也很早在明朝的时候 也已经有开始传进了 包括伽利略的观测 他的他用望远镜观测在1625年的时候 他已经传进来了 他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对欧洲那样的那么剧烈的反弹呢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这种天地一体的这种思想 一种变化的这种哲学 使得认为有这种现象很正常 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异常现象那边的一个而已 并没有产生对他原来的世界观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这就是为什么他好像扔了一块食指下去 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澜一样 那先一时间我们选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三位老师 能不能用一句话或一个形容词再推荐一下这本书 年轻人最应该从这本书中读到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我先谈谈我的想法吧 我觉得这个这本书它至少对我来说感触最大的 其实就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所谓革命的多元性 它其实给我们一种视角 包括我们刚才讨论当中谈到的 说科学进一步是 科学的发展是不是这样一条道朝向这个真理不断的在累积和进步的 因为这样问呢 包括库恩自己在写结构的时候 他说启发他写这个书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备课的时候说亚里士多德那么伟大 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他怎么就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呢 他怎么就不会想想这个东西 运动是不需要一个力一直去推他的 那怎么就不想想一些 比如地球 它不一定是宇宙中心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样问呢 是站在这个后来的这个视角 后见之明去去讲 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范式当中去看前人 那怎么会那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启发 他用了一个科学史的案例来告诉我们 这个范式和解释这个 这个这个概念图 概念图式之间的转移是不那么容易的 它涉及到很多方面 原先的这个概念图式 它好像粘在了很多不多元的观点上面 所以你要切断它 然后和其他再重新塑造一种这种粘连 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学科学的 还是没有学科学的人 从这个书当中能得到的一个最大的 刚才您说的这种差异感或者最大的收获 这是我的看法 那个孙正凡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我想接着你这个多元的概念再往后面延伸的 就是从思想史本身它是多元的 或者说科学发展本身是有很多种可能的途径 那么最终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一个 怎么说呢 教训来说应该是包容 就是我们要能够去包容更多的文化的选择 更多的思想的这个冲突 包括它的各种大家相互的争论 然后只有当我们有这种包容 有这种争论之后 才可能产生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成果 或者说才能鼓励创新思想的产生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究科学创新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是库文这本《哥白尼革命》带给我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嗯 包容 是 曾经老师 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这本书 我觉得是很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科学是什么 就是你看它是我刚才也讲了 它是一个科学革命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一个时代 那些科学顶尖的科学家们 他们怎么在思考问题 他们在解决怎么解决它面临的问题 只有通过这样科学的历史 科学的具体的实践 就像搭寂寞一样去小孩子玩寂寞一样 这样才能去理解科学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哥白尼革命》这本书 是这样的一本书 也印证了这个柯南特所说的 它是一个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书 科学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 是深刻地思考科学是什么 也可以让一些人文对人文感兴趣的人 人文学者也能好好地来了解一下 科学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个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一本著作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对 根本上来讲 它就是真像柯南特所说 能够促进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尤其是科学的多向度的 不单是科学主义这个方式的理解 人文向度的等等其他多元的理解 那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就节目到了尾声了 非常感谢网友的积极提问 也感谢嘉宾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感受一下这个枯温的思想魅力 最后向大家预告一下下期节目的内容 下一期直播将由舒德干院士导读自达尔文以来 这本书据说是介绍达尔文主义最生动的一本文集 文采斐然 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下周六晚八点高山科学经典直播间 我们不见不散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